大家好,欢迎收看家禽防疫生物安全及养情厂新式设备介绍。 以下的影片,我会详细为各位介绍养情业者必须遵守的养情准则。 这支影片中有三大重点,分别为 1. 养情厂生物安全防疫篇 包含进出养情厂的防疫要领 2. 养情厂统进统出的管理模式 3. 养情厂内外的作业要领 4. 养情厂的卫生管理 2. 养情厂新式设备操作宣导篇 包含门禁管理、防疫管理、人员管理、饲料管理、水质管理、 禽舍管理、禽舍管理、环控管理、废弃物管理、铲弹潮箱管理、 席选弹厂设备管理、 褐化管理、资讯化管理。 3. 加禽免疫注射人员生物安全防护及疫苗接种制标准流程篇 包含以下六种接种途径 分别为皮下接种法、肌肉接种法、穿刺法、点眼点笔法、饮水接种法、喷雾接种法。 所谓的防疫标准流程 简单来说就是预防传染疾病和控制传染疾病有关的一切措施 包括人员的观念 养情场设置的动线 进场前的准备工作 以及出场后彻底的清洁与消毒等工作 养情场生物安全防疫天 养情场的生物安全 就是执行保护养情场和家禽的措施 让养情场外与养情场内完全分离隔绝 阻断传染疾病以任何方式传染给家禽或造成重复感染的途径 同时也保护工作人员不会受到人和动物间 共同疾病的感染危险 做好生物安全 可以保障传染疾病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 但是如果忽略生物安全的重要 肯定会造成您财产的重大损失 为了降低传染疾病的风险 更进一步避免传染疾病的发生 保障您的财产 接下来的影片为养情场目前实际操作状况 您一定要仔细看哦 传染病顾名思义 是经传的过程造成疾病感染 受感染家禽的口鼻分泌物 可能经由飞沫、饮水、卵、精液、粪便等媒介 再透过动物、昆虫、蚊子、苍蝇 尤其是人的传播途径传到另一只家禽 为了确实做好养情场作业的第一道防疫关卡 养情场的位置应该远离交通频繁的道路 并和临近的养情场要有适当的距离 出入口大门应设置人车奔道的消毒动线 包含人员专用通道和车辆专用通道 在养情场的出入口大门 必须标示防疫中禁止人车进入的告示牌 养情场入口要有车辆、轮胎、冲洗清洁和消毒装置 包括除水桶、警报器、过滤器、自动喷雾器、消毒池等自动消毒控制设备 并进行驾驶坐、脚踏垫、车身底盘的消毒、彻底消毒进出的车辆 大门更需加装防止进入的栅栏 除了让获得允许进出的车辆通行之外 应随时保持关闭 饲料车进入养情场前应彻底消毒 并停放在擒射外 藉由输料管将饲料送进养情场内的饲料桶 再透过管线送入禽舍内的饲料槽中 养情场内必须区分为清净区及污染区 以作业及生产流程为规划依据 从幼龄的禽舍巡视起 再到成禽舍 遵守防疫动线行进规则 以阻隔场内互相传染的途径 未经准许 非相关人员不得进入养情场 进入禽舍内的人员 需先备妥换穿工作鞋 即换洗衣物 即换洗衣物 并在冲洗室淋浴 换穿干净工作服 然后穿着橡胶羽鞋 利用喷雾消毒设备 进行全身消毒 并利用手部消毒器 和脚部消毒槽 进行局部消毒 而需随身携带着物品 必须利用紫外线消毒机 进行消毒过后方可吸入 凡养情场内所需使用的器材 如动物保健用品 容器 包裹等表面 就要确实消毒 进入养情场内的人员 需将随身携带物品 经过紫外线杀菌机 彻底消毒方可带入 养情场经营管理 必须采用单位 统进统出的模式 所谓统进统出 就是批刺饲养 绝对不可周龄混养 以避免不同周龄的家禽 将病原散布给新引进的家禽 整批家禽 进入或移出禽舍的时间 都要一致 在运家禽的运输车 需先经过彻底消毒后 才可将家禽运送上车 提供营养平衡 而且未受污染的饲料 是饲养健康家禽的重要关键 因此要特别注意 饲料的保存和使用 家禽出售后 禽舍需立即清洁消毒 先将水线及饲料线 移至上方 再将粪便和电料 以铲装机清除干净 并清洗饲料线与水线 干燥后再彻底消毒 消毒过后的禽舍 必须进空至少14天 使维生物降至最低 才可再引进下一批的家禽 禽舍与办公室 要分别设置更衣室 更衣室必须加装冲洗室 及洗衣室 并装设UV紫外线杀菌器 同时需具备专用工作服 手套 帽子 口罩 及胶鞋 更换后的衣物 鞋袜必须完全隔绝 并立即清洗消毒 避免交叉污染 所有路线皆以单向走道 只尽不出为原则 清净区与污染区的衣着 应使用不同的颜色 以力区别便是 养禽场内 一定要每日整理清扫干净 特别要注意的是 饲养其较长的产淡禽 与肿禽的禽舍内 易堆积粉尘和结枝珠网 清扫时也不可轻忽 另外在禽舍周边种植绿带 藉由绿带可减少粉尘和臭气飘散 同时也可达到绿美化养禽场的目的 在台湾 常有野鸟在电线杆上竹巢 或是飞进养禽场觅食的景象 若养禽场外有电线杆 也需格外注意 应避免成为野鸟的栖息场所 禽舍内使用清洁剂或消毒剂时 应控制四个重点 1. 消毒剂的作用时间 2. 消毒剂的浓度 3. 消毒周期至少为每5小时至8小时 喷雾消毒一次 4. 需注意 有些消毒药剂不可直接喷洒在家庭身上 需照说明书上指示操作 养禽场周围 要以2公分以下网目的防鸟设施完全覆盖 覆盖方法是 从上面自然垂下 屋顶与柱子间的缝隙要完全封好 若发现防鸟设施破裂时 要立即修补 以免野生动物入侵 苏语说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真的是用来形容老鼠行为的最佳用语 老鼠通常是沿边缘角落行走 尤其喜好阴暗的洞样通道 因此工作人员可以沿着其行径路线设置水管 在管内置放杀鼠毒耳加以诱补 或是设置防鼠水沟 在水沟侧边加装铁质平面高墙 加高钩身及水身 使老鼠失去攀爬的着力点 彻底隔绝老鼠进入禽舍的可能性 以消除病原的传播 孵化对家禽的生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要拥有高孵化率应该结合各种良好的条件 所以在孵化技术 卫生控制 孵化设备 生物安全等 都是养禽场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样才能生产品质良好的幼厨 家禽所饮用的水源 一定要根据卫生条件 除禽的饮用水中 可加入营养品补充营养增加活力 工作人员应随时检视 饮水管线是否完好无缺 有没有破损或断裂 也需特别注意 饮水器是否产生低漏的状况 以免造成环境潮湿 水塔及水线要定期洗净消毒 水线清洁时应关闭水源 并在管线中加入清洁剂 静置10小时后再调高水压 以高压将管线中的脏污冲出 并排放至禽涉外 家禽的生活周遭要保持清洁 定期更换蓄水 提供家禽干净安全的舒适环境 不健康以及免疫力差的家禽 容易受到传染病感染 所以除禽的挑选就格外重要 除禽出生后 需先经过工作人员 将生理状况不佳的除禽淘汰 才能进行疫苗接种和输出 所以养禽场在管理家禽时 需确认肆育记录及健康状况 作为控管的首要条件 若禽类罹患或疑似罹患 法定动物传染病 或是不明原因死亡时 养禽场相关工作人员 应立即向所在地动物防疫机关 如家畜疾病防疫所通报及联络 养禽场相关工作人员 若发现避死家禽 应随时从禽舍内剪出 并放置于固定的处理容器 或塑胶桶内供后续处理 工作人员应确实记录死亡家禽的数量 知数若有异常时 应立即向家畜疾病防疫单位 及受医师联络 并交由化制车载运至厂外处理 禽粪的处置及堆放 应符合污染防治处理相关规定 养禽场相关工作人员 将禽粪清除后 将禽粪发酵处理 分解禽粪中的有机物 藉由有机物的分解产生热量 以促进材料腐熟与水分蒸发 可进行堆肥资源化利用 成为复合有机质肥料 养禽场新式设备操作宣导片 这是宣导人员在进行新式设备推广时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部分养禽业者不但缺乏生物安全 新式设备操作等相关知识 也没有落实相关工作 但近年来 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的卫生安全 随着气候变迁 逐渐影响家庭的生产 相对提高了生物安全 和设备使用的重要性 新式设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除了可以提高养禽业者的产值 产量 并经有效的运用设备和人力 将使养禽业者获得最大的财富 提高生产效能 经由养禽场新式设备的合理化运用 可以达到包含门禁管理 防疫管理 人员管理 饲料管理 水质管理 情社管理 情社管理 环控管理 废弃物管理 产弹潮箱管理 席选弹场设备管理 风化管理 风化管理 车身底盘的消毒 以自动喷雾设备 进行良好的防疫管理 进行良好的防疫管理 经年累月的顽购 所以将蛋香 将蛋香逐一洗净 清洗后 需喷洒消毒剂于蛋香表面 增加杀菌效用 最后将蛋香置放于通风处干燥即可再次使用 养情厂应确实依清净程度 规划污染区 消毒区 及轻测 及轻静区的动线 工作人员遵循规划的动线前进 进入情社内的人员 需先至消毒区 清洗 并换穿干净工作服 接着利用喷雾消毒设备 进行全身消毒 并利用手部消毒器 和脚部消毒槽 进行局部消毒 而需随身携带着物品 必须利用紫外线消毒机 进行消毒过后方可吸入 利用各式消毒设备与器具 达到全面性的消毒 将病原可能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 饲料管理 饲料管理包含饲料桶 定量器 输料管线 饲料卫四桶 饲料槽等自动化的相关设备之管理 饲料 饲料由自动管线输送进饲料 为四桶供加勤使用 饲料为四桶内壁 常附着粉状饲料 由于长期堆积 容易滋长霉菌 并产生毒素 而污染后续的新鲜饲料 故应于出击后定期清洁 清洁时 先将剩余饲料清除 并以清水冲刷 干燥后再加入新一批饲料 禽舍外的饲料储存桶 也应定期清洁 每栋禽舍 需备有两个以上 独立的饲料储存桶 便于清洁消毒时的交替使用 在确实的清洁管理之下 可以大幅降低 饲料被污染的可能性 饲料管线及饲料槽 以上下微调的方式 配合家禽的日龄 所需的饲料 做适度调整 针对家禽生长状况 提供最佳的胃饲条件 水质管理对于家禽的健康而言相当重要 为了防止病员由上一批家禽 经由饮水系统传播至下一批家禽 因此水质管理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供水系统包括除水塔 过滤器 以及加压设备 除水塔中的水 经由过滤器 再通过加压设备 将水由管线送入饮水槽中 供加勤饮用 若是以地下水为供水系统者 也需经由过滤器设备 以确保水质的纯净无污染 勤设内应使用中型饮水器 或乳头式饮水器 乳头式饮水器在下方 可设有杯状设置 防止加勤在饮水时所引起的滴漏 饮水管线和除水设备的 定期清洁消毒 也是不容忽视的工作 消毒前 先关闭水源 然后在除水塔中 投入清洁剂或消毒剂 静置十小时后 再调高水压 将消毒剂排空 管线内充满新鲜的水源后 即可供给加勤饮水 改善传统禽舍的饲养环境 无非是为了让家禽更健康 建议养禽略者 可以改用新式设备 以提升家禽成长环境的 洁净与舒适 若是密闭式禽舍 应在排风口外架设挡板或除尘网 过滤粉尘 降低粉尘量 或安装喷雾系统 喷洒水雾或稀释的精油 减少粉尘溢散 并消除臭味 家禽在育成期使用电料时 需选择适当的材料 并铺上足够的厚度 以防地面的湿气往上冒 也可铺上纸席 引导雏勤进食 并增加雏勤的安全感 且纸席可自然腐化 不会造成环境负担 若是水禽 则可使用高床式禽舍 保持环境的清洁干燥 在家禽移出禽舍后 电料及粪便应该尽速 以产装机清除并装袋 整栋禽舍也需彻底清洁消毒 以防止病原的残留污染 禽舍进空消毒后 距离下批除禽进入禽舍 必须间隔至少两个礼拜 禽舍的设计 要符合家禽的生理需求 环控式禽舍 主要是在密闭式负压条件下 使用多组大型的抽风扇 调节通风量 并且配合水帘的启动 和关闭来调控风量及温度 再循环利用之水帘系统 可外加水管储水池 和抽水马达 使得通过水帘的水 可以回流进入储水池 水循环再利用 达到节水节能的功效 禽舍内装置喷雾降温系统 及禽舍外架设遮光帘 可吸附热能和减少阳光照射 有效降低禽舍内外的温度 调节舒适的环境 若是右勤的禽舍 则应将禽舍密闭 并在禽舍内加设保温散或加热机 给予加禽足够温度 每栋禽舍内应架设循环扇 均匀禽舍内的冷空气与热空气 减少温度变化 另外配合禽类不同的生长阶段 需提供不同的照明时间 以利调节生理机制 促进产带性能 环境的湿度过高 也会影响禽类的健康 所以应适当地开启风扇 加强通风量 并且随时保持床面的干燥 每栋禽舍皆需备有 自动切换系统 紧急发电机 涂拨稳定器 及紧急布木降落设备 已被不时之需 若遭遇停电 自动切换系统 即会启动紧急布木降落设备 使禽舍外的布木降落 保持禽舍内的通风 并启用紧急发电机 恢复供电 而涂拨稳定器 可有效抑制雷击 防止涂拨 稳定电压 将灾难所带来的损害 降至最低 当交情死亡时 工作人员必须按照标准的处理流程 将死亡的禽类 还有破弹集中 放在密闭式的有盖容器内 并记录死亡禽类的数量 然后通知画质厂 等待急运车来载运 进行统一的化质处理 除了将必死禽畜 交由化制车载运处理之外 若采用自行处理 则可使用必死禽畜 高温微生物快速处理机 先将死亡加禽 破碎处理 再进行搅拌分解 在高温摄氏90到100度C的处理之下 可用作堆肥原料 具有相当高的经济价值 龙氏禽舍 将禽粪堆积在禽舍下层 容易造成潮湿 产生臭味 为了使养禽场内 每天产生的粪便保持干燥 应该在禽舍下 设置成分架 或送风设备 并且设置急粪袋 将禽粪拖至禽舍外的 圆勺式发酵机 发酵后的禽粪 加入调整材 可降低重金属 并增加养分 再使用禽粪干燥机 以机器搬打方式 降低含水量 最后在造立机的高温处理下 将禽粪造立成一颗颗肥料成品 水禽的禽粪处理 透过固易分离机 将禽粪的固体部分 与液体部分分离 过滤处的固体部分 经除臭 发酵后做堆肥 达到环保再利用之效 如此可减少固形污染物数量 并且减少末端沉淀物 清除与设备维修费用 而液体部分 需经过层层过滤处理 处理步骤 依序为 出尘池 调整池 污泥烟气消化池 活性污泥池 中尘池 污泥浓缩池 污泥脱水机 藉由以上一道道的步骤 除了将水质澄清活化 排放至场外 更可将沸水回收再利用 用作清洗禽舍之徒 让禽舍保持在清洁无污染的环境中 产淡潮香的设计 要能满足 种情产淡的自然习性 这也是设计 产淡潮香的基本要求 如此才能让家禽 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下生产 在材质上 可以选用木质 白铁皮等多种材料 但无论使用 哪种材质的产淡潮香 都应该要注意产淡潮香的清洁和消毒 产淡香的设计 可搭配自动化集蛋系统 让产出的蛋 自动送到禽舍的另一端 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减少污染机会 和节省燃力的运用 所有要进入洗选工厂的清淡 第一关都要先经过人工筛选 去除脏污 破损 有瑕疵的蛋 再使用自动清洗杀菌机 清洗脏蛋 然后利用风干机 将洗净的蛋烘干 接着再利用光照血蛋检测器 以机器光照的方式 侦测肉眼无法看见的血蛋 并利用声纳裂蛋检测器 以机器敲打的方式 侦测破蛋及裂痕 加以挑选淘汰 再使用奔级机 将每颗大小重量不一的蛋 归类到不同的生产线 最后浮以两道人工牧师关卡 做最终的品质确认 将裂蛋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利用自动喷印机 在蛋壳上喷印生产日期后 再利用自动包装机 包装封口 包装完成的产品 即可等待出货 透过层层法官 维持最佳的品质 在孵化前 从种蛋到出除 应该制定孵化计划 标准流程应该是 种蛋消毒 储存 辱敷 发生 出除 废弃物清除 设备环境清洗消毒 利用熏烟室 将种蛋在孵化前 做熏烟消毒 将消毒过后的种蛋 放入储存室冷藏 主蛋温度一般约为 摄氏15到18度C 相对湿度75% 接着再放入孵化机内 孵化机内应保持 适当温度及湿度 如使用隧道式孵化机 工作人员需在孵化架侧边 挂上空气导流板 将孵化机内出风口的空气 确实导引进入孵化架中 以防空气四散 无法集中 确保达到孵化所需的温度 也需定时调整孵化盘的角度 均匀蛋内的空气 不过度集中于同一处 使胚胎 均匀成长 肿蛋从孵化机的蛋箱 移到发生盘上 可使用翻蛋台车 先将蛋箱放在翻蛋台车上 接着将发生盘扣在蛋箱上 将机器翻转后 肿蛋即落入发生盘中 最后即可推入发生机内 需注意发生盘是否完好无缺 歪曲的金属发生盘 容易使胚胎弹在一旦时破裂 或塑术或塑胎发生盘 也容易使出生雏琴受伤 雏琴出除后 工作人员将雏琴由发生机内推出 其脱落的绒毛会四处飞扬 应以抽风机收集 并在抽风机外设置挡尘网 同时喷洒水雾 增加绒毛重量 以利掉落至地面 将绒毛收集后 以水柱冲刷地面污水 排放至水沟 以免污染环境 除勤敷出后 工作人员需将破壳 及未成功破蛋的家禽 集中丢弃 以粉碎机将蛋壳粉碎处理 并将所有使用过的器具 彻底洗净 尤其是粘着于夹缝中的污染物 如蛋黄、蛋壳、绒毛等 应以高压水柱冲洗 再经过消毒后备用 农业发展已经面临转型 传统经营的方式正逐步调整中 目前养擎厂的发展趋势 走向资讯电子化 擎舍内应设置自动温度、湿度感应等设备 将禽舍内的环境状况 将禽舍内的环境状况 利用自动化监控设备 回传给办公室内的电脑监控中心 养擎厂的管理人员可立即了解禽舍内的环境资讯 并随时做适度调整 将设定数值透过电子自动控制器 向禽舍内的机台发号指令 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在办公室内 设定禽舍内的光照时数、位置时间等 透过电脑监控 整合养擎厂所有的资讯 有效应用在养情厂经营和管理上 这样一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简化管理步骤 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也能精确快速地预估家禽成长情况 生产成绩和生产效益 让养情业者创造更多的财富与商机 家禽免疫注射人员生物安全防护 及疫苗接种之标准流程篇 家禽免疫接种疫苗 在生物安全的防护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接种疫苗能使家禽获得免疫力 将疾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 万一当生物安全出现漏洞时 疫苗接种就成为养情厂最重要的第二道防线 一个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 需要具备正确的接种时机 接种途径 接种器具 接种视灵 以及健康的宿主等条件来配合 养情厂业者若违由专业的注射相关工作人员 到养情厂做家禽免疫接种注射时 其工作人员在进入禽社前 应换穿干净工作服 并戴上口罩 将双手清洗并消毒 双脚进入消毒槽 方可进入禽社进行相关作业 此外 养情厂现场疫苗注射造成污染的两大元凶 就是苍蝇及针头 养情厂工作人员需确实将病原阻断 隔绝病原为生物进入养情厂环境 为了饲养健康的家庭 创造更多的财富 务必确实执行养情厂生物安全防护 及疫苗接种工作 各类疫苗接种方式 各类疫苗依注射场所的不同 分为孵化室及养情厂两大类 在孵化场内 较常使用的接种方式 为皮下注射及自动喷雾器接种 一日零家禽 常使用皮下注射 进行马力克疫苗接种 疫苗的保存方式 仅可使用冷藏 绝对不可以存放于冷冻库 而且温度必须控制在 摄氏4到8度C之间 疫苗使用前 必须彻底回温至室温 也可利用水浴法 加速回温 注射器在使用前后 接需经高压灭菌或主肺消毒 注射时要使用18号或19号针头 长度为半寸或四分之一寸 如针头太大 容易造成疫苗的回流 而无法引发良好的免疫效果 马力克疫苗 出放在摄氏-196度C的液态蛋中 操作液态蛋时 务必戴上保护手套及面罩 取出的疫苗瓶 需在摄氏-27度C的水中 回温解冻 回温过程不可超过一分钟 以免疫苗立架随着时间而衰减 接着用无菌注射器 缓慢抽取瓶中疫苗后 注入稀释液中 再用稀释液反复冲洗疫苗瓶数次 让附着在壁内的疫苗抗原 可以充分溶出 疫苗需于颈部皮下注射 疫苗配置至注射完毕的全部过程 需在一小时以内完成 在企业化规模越大的养情场 短时间内要达到有效的疫苗接种 喷雾法是最佳的选择 喷雾法基本上是点眼 点鼻法的变更应用 不同的是 喷雾法是将疫苗物滴颗粒 经由呼吸道进入家禽体内 一日零家禽的接种 通常在孵化场实施 使用自动喷雾器进行喷雾接种 机器将家禽送入禽盒内 并自动喷雾 另外也有可吸带式的一日零喷雾器 工作人员将禽盒放入机台内 机台即自动喷洒疫苗液 在养情场现场可分为六种注射方式 第一种为皮下接种法 皮下接种法又分为人工注射 与自动化气压式皮下注射 注射位置在夹勤颈部与肩胛骨之间 将皮肤拉高 从颈部中间向下刺入皮肤 若注射过深 可能伤及颈部 造成不正常的头部运动 甚至死亡 传统注射器的针头 使用次数以1000次为最高上限 自动化气压式皮下注射器的针头 使用次数则可以达到1万次 自动化气压式皮下注射时 如发生针头倒钩 需立即更换 更换后装上疫苗瓶 测试疫苗液是否成功 经由管线输送至注射器 一切就绪即可进行注射作业 第二种为肌肉注射法 肌肉注射部分包含胸肌 腿肌 以及肱骨肌 进行胸肌注射时 必须乘30到45度倾斜 在胸部1 3处朝背部方向刺入 或与胸骨平行刺入 避免贯穿心脏或肝脏 肱骨肌注射部位为 夹瓶翅膀内侧 注射人员需以手指 将夹瓶翅膀撑开进行注射 幼灵夹瓶进行腿肌注射时 容易伤及腿部神经 血管 血管或肌腿 需特别注意 第三种为穿刺法 穿刺法是以双针 吸带疫苗抗原进行注射 注射部位在于疫膜 主要以8至12日0的家禽为施打对象 实施穿刺法时 穿刺的翅膀应延展开来 方便进行穿刺接种 穿刺前 接种针要确实进入疫苗液中 配置好的疫苗液 要尽快穿刺完毕 若接种确实完成 在接种6至8天后检视 可观察到 穿刺处有两个结痂部位 而在接种后10到18天 即会自行消退 第四种为点眼点笔法 点眼法接种是最容易实施 也是尽量拿捏最精准的接种方式 点眼法及点鼻法 特别是用在需经由呼吸道 进入家禽的病毒疫苗 可有效建立上呼吸道的防御力 家禽的眼睛及鼻孔是互通的 所以可指点其中一眼或鼻孔 在数分钟内即可达到另一眼或鼻孔 进行点眼法时 需将家禽的眼球保持水平 避免疫苗液点入后 从眼睛流掉 若是进行点鼻法时 滴入疫苗液后 需静待数秒 以令家禽吸入疫苗液 疫苗液在接种过程需保持低温 配置过程需将疫苗液与染剂确实混合 注射人员在疫苗液中加入蓝色染剂 于接种后检查家禽舌头 可立于分辨接种作业是否正确与成功 第五种为饮水接种法 它的好处是在数量众多的家禽中 可用简单快速的方式来进行免疫接种 于水中投入疫苗稳定剂 将中和水中的氯 延长疫苗效益 避免疫苗例价急速变化 稳定剂中也含有染剂 借此可以监控饮水接种疫苗过程的分布情形 经过15到20分钟后 再加入疫苗 配置疫苗一时 应使用塑胶容器 疫苗瓶盖必须在水面下开启 泡疫苗于水中 溶解疫苗抗原 再均匀混合疫苗液 倒入水塔内 若发现疫苗瓶受损 应立即凋砌 避免使用 疫苗瓶罐使用完毕 需先浸泡于消毒水中 再凋砌处理 以免造成环境污染 需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管线长使得疫苗水不易流入到末端 因此在家瓶饮用疫苗水前 需先将管线内的水尾排出 以确保所有的家瓶 皆能成功达到饮水接种之功效 饮水接种需注意保持水温在室温 接种前让家瓶先限水 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半小时 使家瓶呈现口渴状态 如此一旦开始饮用疫苗水 则会在极短时间内饮用完毕 养情厂人员需让家瓶于一个半小时内喝完 以免失去疫苗抗原活性而无法发挥功效 家瓶在早上时活动力较大 是疫苗投语的最佳时机 若接种做得确实 在疫苗水喝完后 抽咽50支家瓶 至少将有90%以上的家瓶 舌头出现染色现象 第六种为喷雾接种法 在养情厂现场 通常使用背负式喷雾器 同一台喷雾器不能混用于杀虫剂 消毒剂或疫苗的喷雾 背负式喷雾器的设置 是以压力减压器加上压力表 安插在喷雾柄及喷雾枪之间 确保喷雾过程的安定及控压 进行喷雾接种时 喷头需距离家瓶头部 约40公分的高度 来回喷雾至少两次 以确保均匀喷雾 喷雾前 先关闭禽射的通风设备 避免喷雾颗粒在空气中被稀释或蒸发 使颗粒过小或太细 喷雾后静置5到15分钟再启动通风设备 疫苗接种应在早晨或傍晚凉爽时刻喷雾 此时温度较低 家禽也较安定 并注意降低禽射光线强度 减少家禽活动力 一例疫苗确实被家禽所吸收 透过以上的影片 大家是不是对养情厂的生物安全 新式设备的操作 还有疫苗接种的流程 有了基本的观念呢 养情厂所饲养出的家禽 是我们生活中食物的主要来源 而不当的养情技术 造成燃力资源的耗损 病原入侵的风险 减弱了生产力 也降低生产效率 所以提高国内养情业 从业人员的整体饲养水准 实在是势在必行 科技资讯化的养情技术 已是时势所趋 为了永续经营 提高竞争力 希望养情业从业人员 能够依照影片中 所灌输的基本观念 为执行基础 进而全面落实 新式养情技术 带动国内养情业 另一波的事业高峰 最后谢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您的家禽事业 蒸蒸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